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 无论再匆忙 总有人愿意停下脚步 耐心等待一种美食的出炉 青黄油亮 敦时丰满 要想了解它最初的模样 我们还要离开都市 前往五十公里外的乡间 黄皮 一片河湖浇织的沃土 武汉周边最重要的水稻产业 艳阳当空 收获季节 农人的午餐一切随减 提前准备的主食看起来像普通面饼 其实它的主料是本地大马 泡好的绿豆和大米一起磨成淡绿色的糊 沿锅边均匀摊成薄片 三十秒就能烙熟 清新的绿豆气息和稻米的甜香浇织 口感松软又有嚼头 这种绿豆米皮 当地人叫做豆丝 还可以继续加工 油煎后包上烟菜 油润咸鲜 切成一指宽的条状 晒到完全脱水 可以保存半年 泡进藕汤 绵密鲜甜 回到武汉市区 也能看到豆丝的身影 可以是经典炒菜 还能做成轻巧的下酒小时 武汉的宵夜摊一直持续到天亮 昼雨夜在此交接 绿豆和大米也要再度相遇 凌晨两点 徐志刚和妻子开始准备早餐食材 磨好八十斤绿豆米浆 再蒸上一大锅糯米饭 妻子负负责准备服务料 猪肉 小鸡 豆干 冬笋 翻炒一小时 武汉人叫三鲜嫂 食材全部备好 不过准备工作还没有结束 徐志刚小心翼翼 他的特殊工具 每天开工前都要仔细打 在武汉方眼里 吃早饭叫做过早 这里也许是中国早餐花样最多的城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爱 你将在油锅中快速速行 变身轻盈酥脆的面窝 鸡鱼熬至完全脱骨 加胡椒做成凝稠的汤底 拌上细米粉 还可以搭配油条 扎实的烧麦 塞进炸的焦脆的油饼里 多重碳水的快乐让人上头 最有名的还属热干面 它是许多人眼里的武汉美食名片 不过对本地人来说 跟热干面不分伯种的 还有一种小吃 七点 徐志刚的小店门口已经排起长队 两个四块里 一个八块里 小店门口 凌晨备好的绿豆米浆 摊起大锅 徐志刚的特殊工具 即将派上用场 棒壮盖 不易倒热 形状弧度与铁锅 几乎完全一样 只需沿锅底旋转 就能把米浆均匀刮开 鸡蛋液也要用棒壳刮匀 和米浆一起 烙成一张薄薄的皮子 把轻盈的皮子翻个面 铺满提前备好的糯米和三鲜扫子 四边一折 兜入满满的馅料和乳汁 排队等待近十分钟 老顾客知道 美味即将出锅 两个敌场 为三鲜扫子 第二个敌场 最后一边 温度 一人 两个敌场 最后一边 最后一边 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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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鍋翻轉 儀器呵成 外形依舊保持完整 挑剔的武漢人更看重的 是這層金黃油亮的虎皮紋路 外皮變得又酥又脆 糯米依然柔軟 彈潤 三鮮灶子點綴其間 鹹鹹煎堅果 儘管綠豆米皮已經變身豪華小方塊 武漢人依然倔強地叫它豆皮 徐志剛的小店 平均每天要製作六十塊豆皮 在武漢幾乎每個街區都有被人追捧的豆皮店 從田間到城市的街頭 原本朴素的豆皮早已改頭換面 如今它還在不斷適應人們的口味 除了傳統三鮮餡 牛肉和蝦仁也輪番登場 不光內有乾坤 武漢人還要錦上添花 炒出不同的焦頭 早餐也能吃出超級滿足感 每一天 徐志剛夫婦都在這片街區準時出攤 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 豆皮是一種豆製品 唯有在武漢 豆皮是人們心領神會的暗號 正如他們把吃早餐叫做過早 香陽市區沿漢江兩岸展開 安大爺的餐廳 在一條小街上 這裡曾經是漢江的老碼頭 這一樣個戶 又是一二千斤 小店不大 卻有上百年的歷史 經營的大多是回族小吃 上世紀初 安啟濱的父親從山西來到這裡 無論小店還是家中 他們依然保留著山西的口味習慣 家常的牛肉燥子麵 一勺牛油必不可少 一碗麵 二年幼 整個哨子 坐在這個麵口頭 牛油的動物之香 讓清水面瞬間變得濃郁 幾十年後的今天 這種源自北方的風味 已經完美融入襄陽 漢江流過襄陽這座老城 容納了像安大爺這樣來自五湖四海的人 也匯聚了八方的風味 有一種食物 三十年前在襄陽誕生 到今天 它幾乎統領了本地人的口味 通常在香港的中間 凌晨 城裏的麵條縮髮 開始砍工 主要產品 是湖北常見的鹼水面 這是襄陽需求量最大的早餐食材 平均每天消耗超過一百 同样在老码头附近 这家店一早就排了长队 老板娘朱雁玲熟练地窜面 马方焦头 平均十秒钟就要做好一份 作坊送来的碱面煮到七成熟 混入植物油 用筷子高抛翻搅 同时借助锋利快速散热 防止面条表面粘连 面条外层已经熟透 呈现半透明的胶质 内部只隐约留下一条坚挺的白心 只需要攒烫三四秒 碱面就可以全熟 这个时候加入滚烫的汤底和扫子 趁着刚出锅的热气 满口都是最美好的享受 在这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中 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 每天清晨都会选择这种面条 人们还为他找到了一个搭档 换酒 换酒 来 喝换酒 喝大碗 香羊黄酒 有着糯米发酵的酸甜 和几乎可以忽略的酒精度 一个清淡 一个浓烈 它们是香羊早餐的黄金组合 然而要探索这碗面真正的风味秘密 还要从汤底说起 回到朱雁玲的小店 他们开始准备第二天的汤底 基础工作交给丈夫公老三负责 提炼好的固体牛油 一块就重达十公斤 加热 牛油融化 蛋白质 氨基酸和糖类降解 散发出迷人的汁香 温度进一步升高 调整火力 把热油泼在炒好的辣椒上 数十种芳香物质尽情释放 要让牛油和辣椒的风味 完全融合 还许小口辣 每天 公老三都要守在锅边 照看一个小时 静置一夜 红色牛油的风味物质 凝联沉淀 质地也变得像豆沙一样绵软 很快 它将释放自己真正的魅力 木刻越聚越多 朱雁铃不断向口汤中添加牛油 保证热辣的油汁覆盖整锅汤底 为碱面铺上一层牛肉扫子 牛油汤底注入味觉灵魂 地道的襄阳牛肉面大功道成 牛油不仅提供强烈的风味 也是厚厚的保温层 可以让汤汁长时间保持烫口的温度 除此之外 焦头也可以有多变的选择 不同部位的牛杂 提供软烂和脆弹的丰富芽感 即使是素淡的豆腐和海带 也依然有极致的腊爽 今天 襄阳牛肉面已经声明在外 简简单单一碗汤面 不仅汇集了能量 美味和便捷的要素 也杂揉着从秦岭到长江的口味 透过它 更可以看到这座城市 曾经喧闹的过往 小碗刚过 江汉平原东南端的红湖 梅雨季提前到来 湿热的空气 让水生植物的生长加速 尤其是根系发达的莲 连夜即将铺满水面 黄铜像往年一样按时下堂 锁定刚出水的原夜间 顺着筋感 碳入淤泥 横向摸索 目标被准确拿捏 铁尖室的顶端 铁尖室的顶端 通体洁白透亮 又细又长 这是莲的地下诱惊 当地人叫它 藕袋 中空的内部 紧密排列着孔径和细丝 它们可以协同配合 输送营养 也让藕袋在淤泥中 畅快呼吸 藕袋本是莲堂书苗的副产品 但人们很早就发现了它的美好 95%的含水量 和几乎可以忽略的纤维 让它的口感像苏黎一样脆 中国人最擅长理解十节二字母 在红湖人看来 藕袋就是初夏的味道 然而 藕袋一旦出水 表皮就会迅速氧化变暗 对当地人来说 要品尝到它极致的脆甜 最佳赏内期只有半天 连旁边 王瞳家也在准备午饭 仰仗食材新鲜 做法去繁化碱 同时采下的连叶嫩尖 切成小卷和蛋液一起简单翻炒 口感娇嫩 鲜美和清香 惊人的般配 刚出水的藕袋 自然是今天餐桌的重头戏 呛炒到姜姜断身 最能衬托它的清零 每一段都充盈着鲜甜的汁水 口感比最鲜细的笋间 还要兴奋 梅雨刚过 汹涌的热浪席卷红红 上百个湖泊和湿地中 莲的长势更加旺盛 莲子 圆润的颗粒饱满甜美 娇俏的莲花也可以入菜 裹上面糊油炸 酥脆和甘柔相扔 莲的静心 欠食 红湖人偏爱她精部的软嫩 莲堂深处 藕袋早已停止扩张 甘物质积累 它的终端 蓬大变深 填充出圆敦敦的外表 长成大家熟悉的莲藕 轻轻一切 显露出清脆的水润感 焯水后呆拌 就是湖北人常见的夏日风味小菜 酸辣藕丁 甚至可以当成水果 脆田里带着一丝凉意 点缀着红湖漫长焖热的夏天 转眼到了深秋 连夜已经枯黄 与泥深处 莲藕的里程还在继续 临晨 张洛成夫妻 已经处理好一批新偶 体型细长 表皮微黄的莲藕一上市 立刻成为焦点 经年累月的湖积物 出救出肥沃的土壤环境 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出色的品种 让红湖成为中国最大的莲藕基地 今天的莲藕销售一空 晚餐食材已经提前留好 削去粗糙的外皮 内里依然光洁细腻 藕丝也更加坦韧 经历一百八十天的漫长生长 秋冬季的莲藕 体内的多糖几乎全部转化成淀粉 当地人叫它 粉藕 红湖人都是烹饪粉藕的高手 在泥泊中反复摩擦出藕泥 再团成圆子 裹上芝麻油炸 挨开酥香的外皮 内里竟像瓷疤一样 软糯润滑 整藕拍碎 按上米粉蒸一下 再煎到外皮胶酥 内里仍是软玉温香 烹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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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酥又糯的藕夹成为藕菜静点 烹饭 盆荣在吊子里喂了三个小时 排骨的油脂几乎全部乳化 偶肉已经彻底黏软 油梨的淀粉颗粒与油脂交产 让汤汁变得细腻丝滑 很多人从一碗排骨玲藕汤认识鸿骨 鲜甜温润的滋味 也成为这里的味觉标签 今天许多食材的获取 已经超越季节和历法 然而在红湖 人们依然踩着时令的节拍 期待与莲藕的每一次相逢 天刚亮 汉江边的老河口 在阵阵浓乡中醒来 一种长相奇特的食物 出没在大街小巷 皮糙肉厚 五花大堡 这是本地冬天的抢手货 离春节还有一个月 炉随发开始准备年货 其中最重要的是肉质饱满的猪后腿 算了吧 老板 老板 来来来 你俩大得到 大得到 大时候就泡不清 这么慢的 然后准备年货 接下来 卢叔要把完整的猪腿彻底改造 拆去骨头 从猪皮上仔细踢下蹄肉 加盐 本地黄酒 简单腌制 再用猪皮重新包裹猪肉 只等最后一步 龙须草编织的草绳 既柔软又坚韧 固停地缠绕 重复三层 直到严丝合缝 最后勒紧竹绳 牢牢固住两端 这种绑腹成型的蹄肉 是老河口的冬季食物 蝉蹄 逆食的龙须草外衣 将保护蹄肉不会氧化变质 在北风里度过寒冷的蜡月 老河口 位于湖北西北部 近临河南 曾经是汉江中游重要的商部之一 湖北大部分地区 以稻米作为主食 在这里 小麦却占据少 夜食小巧 经过油炸 就是一大口香脆和满足 扎实的主食 还要配上厚重的浓汤 十几种配料被浸透 牛油和胡椒的辛香 挂唇流齿 与外脆内软的锅盔膜 组成灵魂搭档 羊杂汤 也用牛油打底 汤汁热辣酣肠 最好用油饼蘸着吃 然而 在腊月 蝉蹄才是真正的主角 老河口沿江向南 八十公里外的襄阳市区 蝉蹄需求量陡增 做法也更加便捷 省去风干等待 襄阳厨师把传统做法加一遍 拿捏猪后腿每一块骨头的位置 精准下刀 包里两块蹄骨 剩下的完整蹄肉 仍要层层捆牢 直接投进唇厚的乳汤 四十五种香料各显身少用 把后味注入蹄肉内部 只需三个小时 蝉蹄原本白嫩的皮肤 被浸染出暗红的焦糖色 表面的猪皮膨胀 变得Q弹嫩滑 内部焦织融化 皮肉早已不分彼此 焦织出妩媚的大理石纹路 卤蝉蹄 从制作到出锅只需要半天 冷却后口感紧致 是清爽的冷盘 热吃也足够风雨 无论和蒜苗小炒 还是跟腊肠组成暖锅 都畅快过瘾 汉江边 老河口的日子 一如期望 阳光和风 把时间拉长 年关到了 晾至一个月 蝉蹄终于告成 稳重的暗红色外皮下 透出岁月沉淀的腊味 今天 全家老小难得聚齐 卢叔的蝉蹄 要在年夜饭里隆重上桌 还需要最后一道工序 与依靠卤水快速入味不同 长时间的风干 盐分渗入皮肉内部 蝉蹄经历腌制发酵的多重酝酿 任何调味都是化蛇添足 清蒸足以唤醒它的美好 浑然天成的胶质 把猪皮和蹄肉紧紧粘合 风干的蝉蹄 质地更加坦润 肥瘦胶织 泛出半透明的桃花色色 切片 用轩热热热的大魔一家 就是老河口人的最爱 瘦胜辛子 adverse 老年 主 来 三言 干杯 一千 恭喜 谢谢 祝你esen快乐 grade 禅题上桌 醇厚的臘味 为一名收尾 踏实 而心安 汉江的风土 寒冷的空气 还有岁月的沉淀 也许都化作某种食物 成为人们心里惦念的家乡味 黄梅曾经是佛教中禅宗的兴盛之地 位于湖北省最东端 今天是三月初一 五岁的梅艺泽和外婆早早来到古塔寺 这里已经人头攒动 不过小朋友更关心接下来的 自家天台的小菜园 充满自助的乐趣 今天家庭聚餐 外婆准备了新鲜的和鱼 完整剥离鱼皮 只留下中间的白净鱼肉 搅打骨鱼泥后加盐 鱼肉中的机缘纤维开始溶解 不断摔打 蛋白质充分吸水 形成凝胶体 鱼米的质地变得紧致而有弹性 此时还需要另一个关键食材 它来自20公里外的独山镇 大鳖山南坡 日照充足 加上适宜的土壤 让这里出产的红薯 拥有更高的淀粉含量 爆丝 过滤 经过沉淀晾晒 得到纯净的红薯淀粉 当地人称作少粉 文阿姨在打好的鱼米中 加入一些少粉 反复揉捏 水分进一步吸收 原本凝胶质地的鱼肉 延展性和韧性大大增强 外婆 你在干嘛呀 摔柔十五分钟 鱼肉糜已经化为可塑性极强的面团 完全看不到鱼的存在 不滚动赶压 胶质丰富的鱼肉面团 伸展成薄薄的面皮 厚度只有一毫米 放进蒸锅 距离美味又近了一滴 金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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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进去 只需三分钟 受热后的蛋白链条 形成紧密的网状结构 制地 humanitarian 折叠后拍打拉伸 切成三毫米宽的条状 黄梅仁把它叫做鱼面 简单清蒸 加辣酱和一小勺猪油 瞬间被辛辣和汁钱包裹 还可以有更复杂的做法 加腌辣椒和猪肉回锅 油润酸辣只想大口 做鱼剩下的边角料也不会浪费 鱼皮包裹鱼骨 油煎后用汤汁焖炖 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 我吃了一个面啊 特别好吃 三挂一盆心 花了大半天时间 一条鱼变着花样上桌 许多黄梅人记忆里的童年 总是伴随着这些美好的味道 黄梅 黄梅与安徽和江西交界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圆融的文化 也让这里的食物充满温柔和包容的气质 味道醒目的芥菜与温和的米粉柔和 污果馅料 蒸出圆润软和的巴巴 猪肉混合少粉 不锤打 淀粉在热泪里 五坎柔顺 油豆皮包裹馅料 卷成小巧的墙宝 来煎出焦香的脆壳 是本地人的春卷 烧粉糊 直接入锅煎炕 变成半透明的块状 质地油润软滑 黄梅人对美好味道的理解 大多离不开电粉 不过他们最爱的电粉制品 还是鱼面 市区往东十多公里 来到夏新 它曾经是黄梅最大的渔村 这里仍然保留着最原始的工艺 毛尾红家的作坊 正在赶制雨季前 最后一批鱼面 用刀背连续捶打鱼肉表面 刮下鱼泥 在这里鱼负责提供鲜味 真正的主料还是本地的小粉 赶压过程中提高小粉的比例 同样上过长治 和文阿姨家庭制作的版本不同 因为少粉含量高 它有了半透明的色泽 质地也变得格外紧致Q弹 新鲜鱼面保质期短 通过晾晒 干制的少粉 可以让它保存更长时间 今天这里的人们不再以捕鱼为生 但我们依然能看到过往生活的痕迹 鱼面作为一种手艺 同样延续了下来 晾晒两天 水分完全蒸发 但鱼肉本身的鲜美被完整保留 同时部分脂肪氧化产生淡淡的辣味 当地人也为干鱼面 创造了更多烹饪的花样 直接油炸 鱼面在高温中迅速膨胀 金黄酥脆是黄梅版的虾片 投入鸡汤 干鱼面蜷缩的身体重新舒展 容器逐渐吸满汤汁 口感变得爽滑筋道 鱼肉和鸡汤的鲜美 缠绕蔓延 温涂满质谱的鱼面 蕴含着黄梅人吃鱼不见鱼的生活智慧 如今他也被带去远方 抚慰游子们的思乡之情 农历八月 张燕秋开始采收最后一波秋茶 加工后 他就是有名的恩师御露 不过当地人更喜欢把这种茶叶做成小吃 菜籽油煸炒 加水熬煮 趁热冲净花生 炒米等配料 做成油茶汤 咸仙中透出微苦 这种古代饮茶习惯 在今天的湖北 几乎只在西南山区还保留着 一种小吃 透露出恩师的与众不同 然而 这里还有更有趣的食物样本 辣豆磨碎 过滤掉豆渣 点成豆腐后 对它的后续加工 中国各地都有自己的心得 恩师也不例外 豆腐快速挤压成型 在炭火上烘烤出一层金黄的外壳 质地油润软滑 当地人喜欢加肉片小炒 脱水程度更高的薄豆干 直接吃 口感紧实有嚼劲 风干烟熏的豆干 不仅辣味十足 还可以长期保存 下午干烟熏的淋漏的淋漏 烟熏的淋漏 吃完油茶汤 张燕秋一家也开始处理大豆 他们要做一种 只有在恩施本地才能吃到的豆制品 制作过程也和常见的豆腐不同 省略过滤环节 把豆渣全部保留在姜叶中 大火煮十五分钟 去掉豆子的不友好气味 它还有一个小情形的大豆 萝卜蝇 脆嫩水鸣 醒目的植物清香 被温和柔顺的姜味拥抱 最后只需加盐简单调味 棉花的豆浆 包裹沙软的豆茶 这就是恩施人情有独钟的豆制品 核渣 不过几乎每家的核渣都不一样 改变豆浆和豆渣的比例可以得到不同的口感 也能存放几天 让核渣轻微发酵 产生酸香 加一勺腌辣辣椒 滋味更加浓烈 卡斯特地貌让恩施境内风乱险峻 耕地面积不多 但玉米却在这里找到适宜生长的环境 跟稻米一起蒸成包裹饭 不仅可以作为主食的补充 也能让米饭陡然增香 然而玉米的口感略显粗糙 倒入粘柔的核渣 如同勾上一层薄芡 吞咽也变得顺滑 今天在重要的日子里 即使菜肴足够丰盛 依然少不了一碗核渣 恩施 位于湖北西南端 饮食偏好更接近重庆和湖南 被酸和辣的重口味同领 大锅油煎的小土豆 裹上厚厚的辣椒粉和酸萝卜 尽是热辣酣肠 包裹粉和辣椒一起发酵 炸广椒又酸又辣 和油润的辣肉是固定搭配 大量小葱混合辣椒肉鸣 裹米糊油炸 焦香劲爆 即使把酸淡的米浆烙成条 最后也要淋上一勺浓重的臊子 当然 和渣仍然是街头不可或缺的角色 餐厅里也少不了它 不过在工艺上 与家庭烹饪有所不同 餐厅要提前准备半成品 小火慢煮 不停力去豆浆 保留更多豆渣 7个小时后 200公斤和渣制作完成 和渣本身的味道大同小异 餐厅风味的真正秘密 还在于这一勺红亮的汤汁 猪补与鸡架慢熬 获得奶白色的高糖 再倒入浓郁的红油和肉末 一大锅浓滑而淳厚的饮料 最好 肉汤渗入豆渣的孔隙 原本肃静的和渣 滋味变得鲜明奔放 吃法也和传统不同 小火持续加热 豆渣的绵密颗粒 慢慢被肉末 浓油浸润 豆香和鲜辣 相互交融 配菜的选择 风解游人 最终都会成扎实而浓烈的一锅 和渣火锅 不显山露水 却极宽厚地容纳着万千滋味 转化的智慧 包容的气质 在一道食物中演绎得淋漓尽致 可能由于山高路远 和渣这样的小众食物 才得以保留 就像这里的建筑 乌风 山石与鸽腔 也许都是打开恩师风味秘境的钥匙 像流动的白玉 淫润剔透 每一滴都摇曳出醉人的甜香 这是夏天里 湖北孝感离不开的一口清爽 凌晨五点 湯师傅顶着月色出发 不足五平米的暗房 常年保持三十四摄氏度高温 这里藏着它的宝贝 经过二十四小时酝酿 水润的米粒膨胀变软 轻轻一压 透出清亮的枝叶 这种模拟三浮天环境 发酵成的酒 当地叫浮汁酒 汤师傅是为数不多 仍然手工制作浮汁酒的人 酿酒的原料是糯米 它的原产地来自二十公里外的农田 河网密布 冲击平原的肥沃土壤 加上充分的日照 共同育育出独一无二的猪壶糯米 体型修长 汁炼淀粉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九 除了酿酒 这种糯米也是本地小吃的首选原料 加绿豆沙 做成甜香软弱的瓷巴 混合猪油 烧麦小巧玲珑 圆滚滚的麻团 外壳焦脆 内里柔软 汤师傅的糯米蒸熟了 快速过凉水 降温至三十摄氏度左右 要得到福之酒 还需使用另一种本地原料 酒曲 看起来像微黄的面粉 却是催生风味的重要食者 酷夏 田里飘来类似薄荷的芳香 蜂窝草 一种纯形科植物 叶片中的贴息类化和物 是清新香气的来源 每年只有不到一个月成熟期 徐婆婆要抓紧采摘 掐掉顶端的心叶 它还能继续生长 蜂窝草 笑感人做酒曲的必备原料 心叶混合晒干的枝条 小火熬煮三小时 得到浓缩的茶色之夜 倒入糯米粉 活成柔软的面团 再搓出一个个浑缘的小球 它们将成为有异军繁衍的温床 完视换牧 笑感紧挨著省會武漢,日子卻是另一番漫漫悠悠,不過食物總能用它們的方式提醒時間的存在。 早餐來一份水汽包子,焦酥的脆殼,包著油潤的粉條和韭菜。 本體裡面,加醃過的白花菜快炒,就是美味又便捷的午飯。 下午的零食是沙子盒,發酵麵餅用滾燙的鵝卵石覆蓋。 蔥花和豬油讓整條街香氣瀰漫。 一天將近,糯米球表面已經附上厚厚的絨毛。 這是友藝君大量繁衍的標誌。蜂窩草的特殊清香,也保留在曬乾的酒驅中。 好香啊。 湯師傅的工作間裡,加入酒驅的糯米也發酵了一整天。 湯師傅的工作間裡,加入酒驅的糯米也發酵了一整天。 乳白色的液體大量吸出,浮枝酒做好了。 浮育的甘甜,混合微微的酒香,一絲薄荷氣息肆已若現。 它還有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笑感米酒。 中國很多地方都出產米酒, 然而,只有在笑感,它成為了一種最日常的風味。 今天,米酒早已實現工業化生產。 除了直接食用,它也給各地廚師帶來靈感。 米酒作為醃料,均勻包裹雞腿肉丁。 去腥之外,增添一層糖污。 熱油中,雞肉逐漸裹上泥人的琥珀色澤。 再用醬料翻炒,香辣中透出一絲甜醇。 西式甜點裡也有用武之地。 米酒汁加入淡奶油打發。 櫻桃果醬做底,再用冰鎮後的米酒奶油包裹。 醇厚順滑的口感之外,是醉人的花果香氣。 回到原產地, 酵感米酒還有一種更本土的再造方式。 加米酒的糯米麵團,經過輕微發酵, 製地像冰淇淋般蓬鬆軟滑。 挖一勺,反覆推攪,翻出無數糯米雲朵。 最後再次混入米酒。 做好的糊湯米酒,味道像酒,口感卻像粥,滿嘴粘稠和酸甜。 古老的農耕時代, 人們就用時間和智慧打造出這種甜蜜的味道。 激烈, 米酒酷耶 好听的 直到今天 米酒仍然顽固地留在这里 渗透进每个孝感人的生活中 四月 江汉平原的池塘里 田螺折服了一个冬天 开始从深水区向潜水区觅食 这种软体动物 初春肉质最肥美 临水而居的人家 轻松就能获取这种季节美味 有细针轻轻一挑 厚实的螺肉脱壳而出 田螺的绝妙搭档 是另一种石令小菜 红蒿 橘颗植物 散发着花瓣的清香 轻轻敲打 让田螺肉质保持松弛 让田螺肉质保持松弛 龙屉下加水 撒上铜蒿 再铺上一层母肉 仙桃 位于湖北中部 原名缅娘 在古代 这里曾经是连绵不断的湖泊和沼泽 常年雾气笼罩 清蒸 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粉味 螺肉鲜甜弹嫩 铜蒿变得清香绵软 这是仙桃人在春季才有的享受 绿活着的循环水汽将食物制水 中国人最早发现了蒸汽烹饪的秘密 蒸 作为一种技术的食物 几乎深入中国的每个角落 但在仙桃演绎更为极致 不拘一格的食材和调味 在蒸笼里变换出无数组合 不过 热气生腾的蒸菜家族里 最受本地人青睐的 是一道简单小巧的家常菜 肥瘦相间的小肉球 均匀裹上一层糯米 就像披上珍珠外衣 三十分钟后 肉圆被膨胀的米粒完全包裹 细嫩和绵糯煎的 糯米的运用 让普通的肉丸焕发光彩 但是在仙桃的蒸菜中 还有更丰富的硬物 天色渐暗 水乡人家开始准备晚餐 水产和蔬菜就地取材 大米煮到半熟 滤出米汤 来 披米汤来 老婆 煮菜也需要大米的加持 鲜米与香料炒熟 碾成颗粒状 最适合搭配肥猪肉 调味的同时 去除不友好的气味 清淡的草鱼和土豆 裹上薄薄一层精致的生米粉 不同状态的米粉 将护送这些新鲜食材 到达丰味的彼岸 增子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直到今天 在江汉平原的乡间 还能看到这种炊聚 半熟的米饭垫底 戳孔 增子底部镂空 确保蒸汽向上流动 依次铺上土豆 猪肉和鱼块 米粉颗粒预热糊化 如同一层薄芡 在食材外部形成保护膜 循环的蒸汽中 不同滋味也相互交织 米粉不再仅仅是食物 也成为风味传递的食者 一个小时 所有菜肴与米饭同时蒸熟 猪肉油脂进出 肥而不腻 苦豆沙软 鱼块也水润滑嫩 这就是江汉平原 最经典的粉蒸菜 早年间 人们用饭菜合蒸的方式 巧妙地提高烹饪效率 走到今天 这种快捷又美味的食物 已经成为一方风味的标志 鲜桃 这座依托汉江码头生长起来的城市 人员往来频繁 除了蒸菜还汇聚了更多元的口味 细细的米粉 烧窜极数 盖上鱼汤和脆韧的扇鱼 油条吸进浓稠的汤汁 成为当地人 钟爱的早餐 鲜鱼肉质紧实 切成三毫米的细丝 爆炒后又鲜热嫩 锅气十足 小龙虾蜂蜂蜂蜜全国 这里正是这股饮食风潮的起点 然而 仙桃人还是把最大的热情 留给蒸菜 厨师们的烹饪创新 往往离不开蒸的技法 粉蒸的肉和芋头 再次回锅油煎 形成浇酥的外壳 冲入酱汁和热油 给清蒸扇鱼抖然增色 形形色色的技法 都能为蒸锦上添花 相比其他的烹饪方式 蒸看上去平凡 也最耗时 但在江汉平原 人们用智慧 让天地间的万千食材 在一灶祸 一口锅里 一菜分成 表面光滑 半透明的叶片 形似耳朵 这种真菌 有个形象的名字 木耳 木耳本身几乎没有味道 但凭借一手脆木Q弹的口感 成为中国人餐桌上 常见的食材 双降之后 防线夜间气温 几乎降至冰点 阳太帝家的木耳 有被冻坏的风险 人工养殖木耳 大多靠天吃饭 秋雨迟迟不来 已经种下近两个月 木耳叶片蜷缩 生长极其缓慢 小木耳 期盼着一场雨水 防线位于秦岭 和大巴山的过渡地带 森林覆盖率 接近80% 生长迅速的栗树 是主要树种 几个月前 阳太帝把完整的栗树干 锯成一米左右的小段 当地叫做段木 在打下深度1.5厘米的小洞 它们将是木耳生长的温床 细小的军丝附着在木屑上 这是提前培育的菌种 木耳无法自身合成营养 段木将为它提供生长的全部能量 剩下的工作要交给大自然 活物在山区游走 这里相对湿度60%左右 比南方干燥 比北方湿润 是食用菌生长的天然基地 野生虫阳菌 质地脆嫩 带有松针的清香 与腊肉合炒 成就朴素的山针美味 玉木耳通体洁白 口感似银耳的爽滑 又带有木耳的脆痰 肥嘟嘟的香菇填入肉馅 小火慢煎 逼出浓郁的迅类气息 杨笃菌 自带坚果 烟熏和草木的护合香 简单素炒 滋味已经足够丰盈 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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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动断木 让悖念的菌穴也能接触鱼水 木耳内部疏松多虎 吸收水分后迅速膨胀 这是生长的关键阶段 每只小耳朵都要抓紧时间 在冬天来临前长大 防线位于湖北西北部 也许是被群山环绕的原因 这里的物产和风味大都是本地人的私藏 披着豹纹外衣 小巧的花菇有着无以伦比的鲜美 本地糯米加本地酒区 防线黄酒滋味绵长 牛豆皮包五花肉馅 裹上鸡蛋面糊油茶 是口感胶酥的防线卷卷 还可以涮火锅 搭配黄酒成为下酒小菜 十一月 一夜秋雨过后 清晨的阳光带走多余水分 此时木耳表面干爽 内部维持柔润 正是采摘的最好状态 大约一千四百年前 中国人开始使用段木培育木耳 每年春秋两次收获 不过秋耳因为生长周期更长 风味物质也更加充分 木耳的另一种特质 让它可以幻化身资 在烹饪中神出鬼没 木耳体内含有百分之九十的胶质 榨成粘稠的木耳汁是天然凝结剂 再加入绿豆粉浆薄薄摊开 获得如果冻般 晶莹剔透的卷皮 包裹木耳丝 包裹木耳丝 笋丝 再蘸上红油 有形与无形在一道菜中完美融合 收获的两千五百公斤木耳 阳太帝要抓紧处理 新鲜木耳含有一种可能引发人体过敏的特殊物质 补林 晾晒 干质 不仅可以延长木耳的保存期 也能让补林有效挥发 木耳切碎 与葱 胡萝卜调成馅 全家一起上阵 包子大小不一 品相虽不完美 但家人一起烹饪的快乐 无与伦 自家的土鸡已经炖了一小时 鸡汤中投入木耳 浓郁的咸鲜包裹极致的脆毯 木耳包子也同时出锅 平凡的食材也能成就一桌珍贵的家宴 木耳原产中国 也是人类最早实现人工培育的食用菌 如今 人们依然遵循自然的法则 从枯木中孕育木耳 完成一场生命的焦绝 明晨三年进行批发市场 已经人生顶飞了 淡水鱼是这里最主要的交易品种 湖北中南部的荆州 长江蜿蜒穿过 坐阴江汉平原 加上丰富的水系 这里是中国淡水水产第一大师 淡水鱼自然是荆州人餐桌的常客 加油 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啊 吃鱼 荆州人有自己的门道 轻鱼欲吻 肌肉结实 细腻又不乏脚头 荆州人看中的 正是不同部位的鲜明口感 鱼肚 爽脆中带着焦络 绵密的鱼籽有美妙的颗粒感 鲤鱼的经巢 当地叫做鱼白 嫩得犹如刚开始融化的奶油 还有一种更小众的荆州遗传 隐藏在市区的这个小院中 吴大哥的餐厅开了二十多年 做的都是街坊生意 铺面不大 顾客却不少 靠的是自己一道招牌菜 肥大的连鱼鱼头 只留下靠近嘴巴的三分之一 今天晚上用的二百多个鱼头 要提前备好 虽然没有专门学过厨物 但吴大哥一直是店里唯一的厨师 鱼头 鱼头下进热 炸到表面刚刚变得金黄 鱼头下进热 鱼头下进热 炸到表面刚刚变得金黄 再加入一大盆热水 炸好的鱼头还要二次烹热 沸腾的一锅中 汤汁越来越浓郁 各种风味被鱼头悉数纳入麾下 这是吴大哥的招牌菜 鱼唇火锅 沐鲜又辣的复合滋味之外 小小一块鱼唇还提供各种口感 鱼嘴滑嫩爽弹 提头的鱼脑像是活动 鱼皮柔软又不失筋骨 滋味浓郁的鱼虫火锅 与其说物尽其用 不如说景挑细选 荆州 古代楚国的中心 今天长江中游重要的码头 和很多码头城市一样 不少日常食物主打能量充足 快速便捷 扎实地捡水面和果汤 还要加上各种肉做马子 一大块面 加入大量油汁烤到焦脆 也可以添加各种馅料 熬得酥软的豌豆 冲入浓汤 再扣进一整碗糯米饭 最过瘾的还是牛杂锅 大昏大油 热辣酣畅 好爽的荆州人 也许把最精细的一面 留给了淡水 距离荆州市区五十公里 油菜花刚刚开放 工才侠一家聚在一起 又到了制作鱼糕的市场 草鱼不仅出肉量大 而且肉质细密有弹性 是做鱼糕的首选 做鱼糕是件体力活 手工剁出的鱼肉绒 加入猪肥镖增加动物油脂 鸡蛋清的池水性 是增强鱼胶的天然粘合剂 顺着同一方向搅动 鱼糜开始逐渐上劲 手工搅拌 可以避免机器产生的高温 影响肉质 还能凭手感 控制鱼糜的粘粘 ORG 热力作用下,猪油溶解,化为无形。 蒸汽包裹中,鱼糜颤巍巍地不断张开,越来越蓬松。 蒸汽包裹中,鱼糜颤巍地吃饭。 龚财霞曾经在上海工作,女儿出生后回到老家。 鱼糕正是她曾经惦念的家乡味道。 一家人忙碌一天 鱼糕做好了 同样是淡水鱼 鱼糕明显受到格外的照顾 鱼肉脱胎晃骨 变换出如蛋糕一样的身形 黄色的表皮明亮可人 衬托出鱼肉的白皙通透 富有弹性的膏体更是妩媚 清新与风鱼在薄薄一片中融为一体 和荆州众多豪放的鱼传相比 小清新的鱼糕最是和蔼可亲 与各种食材组合用不同方式烹饪 鱼糕凭借柔软的身姿 平和的味道 撑起荆州人的一方风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